Hello 大家好 我是SueYang 今天想和大家拍一个 都很久没有拍过 专门关于开架的护肤品身体护理 之前也有观众跟我说 想我拍一个 是专门针对身体护理的一条片 我想到 其实这一年来 都遇到过不同的一些开架的产品 是由头到脚都很想和大家推介一下 而主要推动到我去拍这条片的 是一款眼相 还有今天说的所有产品 全部我都会把价钱写在这里 让大家参考究竟它有多划算 我觉得全部东西都是有一个 买到赚到的概念 其实也有观众问我 有没有什么开架 或者是入门级的抗衰老眼相推荐 最近就终于被我遇到了 L'Oreal Paris这个牌子 大家一定经常都见的 而我手上的这条线 在开架来说 它的定价是稍为比较高的 因为L'Oreal Group旗下 还有其他专贵的牌子 它也是同其他专贵牌子 很多产品都是同厂出 所以它里面 通常都会加了一些专贵牌子 才会有的成分 或者是一些很特别的科研技术 今天想推荐的这款眼相 绝对是一些轻熟女 初级入门想买一些抗衰老眼相 或者你眼底皮肤是极度干燥 即是三额级 属于比较敏感 或者是干燥皮肤的话 一定要试试它 首先我觉得它的质地 是很够滋润 但也不会很有负担 我手上这款是他们的 H Perfect系列的眼霜和面霜 这条线就加入了一些天然的成分 两款产品都有来自 麦劳卡蜂蜜的水厂 在开架的产品来说 是比较少出现的 高度滋润皮肤 而且结合了肛然 加入了抗衰老的 波色因和紧致成分 四性态 大家看看这个cream 和眼霜的质地 在手上抹开之后 这个cream的质地 是非常滑 它的延展性是很高的 我觉得它的使用感受是很好 而且长期用下去 都会有紧致提升的效果 和平时一样 我每晚都是用很简单的 小小按摩方式 去塗这个cream 和眼霜 这个眼霜 我自己觉得它也很好 因为它送了一支按摩棒 就可以拿少少份量出来 塗在眼周 再在眼周四周围滑几下就可以了 试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觉得是完全不会起油脂粒 还有塗完之后 都会有firming的效果 就可以减轻眼部的浮中 对于不是说超级严重的眼袋 我觉得真的有收紧的功效 而且好像我自己直了睫毛 如果用一些太油润的眼霜 睫毛是会揽住的 用这一款就完全不会了 好像现在化妆这样 塗遮下膏 都会觉得这个位置 是没有那么容易细粉 现在这两款产品 在很多香港的开架通路 都有得买的了 我买的时候 还有优惠妆 大家就可以一次过试试 它整条拉的产品 接着就说一些清洁类的产品 这一支AD Atolage Plus 我早几个月都有介绍过 它超级好用 首先它是非常温和 它擠出来是啫喱 然后起泡的程度 都可以去到很绵密 使用感受有好得来是不干 它是我遇过在开架的产品里面 洗面的这一部真的做得很好 差不多接近每日用的情况之下 都用到两三个月的时间 敏感性皮肤 干性皮肤 或者是都很想找一些 洗完不会干的洗面产品 这一支是很值得试的 特别小小不推荐这个卸妆油 卸妆水 我是想推荐卸妆湿指巾 又用一个很出名的 韩国黄色那只牌子 那个我自己用上去 就觉得它比较干身的一块 而且它抹眼的时候 在我身上是会觉得很刺激 很刺激的 但是Bifesta这一款 我真的用足这么多年 每次去旅行 戴着它已经可以卸上眼睛 所以我用上眼睛和面的所有彩妆 我觉得它的卸妆力强得来 它那块濕纸巾是很够濕的 擦面的时候不会有那种拉扯的感觉 这件事都是很重要的 因为无论是卸妆水或者卸妆湿纸巾 它始终都有戒面活性剂 你擦面的时候如果真的太过干真真的感觉 其实用完之后是很刺激皮肤的 它就不会有这个情况 同样地用它们的卸妆水 我都是最喜欢用它们保湿型的那个系列 也是用完不会有那种干真真的感觉 如果以几十元的这个价钱来说 我觉得它都算是无敌的了 而且它卸眼的眼妆 就算是用了很防水的蜜蜜 或者眼线 它也是卸得很干净的 想推荐一支万用膏 跟它的竞争最大的 我想应该是Varsaline 但我自己不太喜欢Varsaline 那种真的很油很油的感觉 我觉得澳洲的这个木瓜箱 是我这么多年来的最爱 其实这么多年来我都保持着有买的 跟那些专柜的几百元的润唇膏 你说是不是真的有很大分别 我想使用感受上面是会有少少的 但如果你晚上真的用它来口敷 咀唇你又不会心痛的话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特别是可能你都好像我这样 咀唇都很容易击死皮、唇纹 经过今个冬天 我长期都用它来口敷之后 我觉得我的嘴的干纹 和脱皮的情况明显好很多 都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 都用它来口敷咀唇的 或者你身体上有什么拆箱、损箱、蚊叮、蚊叮、蚊叮 又是可以塗它 真的是一枝万用膏 这么大支的价钱 有时它水货还是很便宜的 这个如果大家还没用过 真的好推介 接着是木浴露 今次想推介这两支 超级大支的 它们都是韩国LG Group旗下的开架牌子 如果你比较喜欢佛手金味 香水味比较重 我会很推荐这一款 确实要说 我觉得它的包装略嫌 有少少廉价 有少少年代感 但都明白 走一些宫廷风 梦幻一点 但这个佛手金味 就一点都不廉价 它真的很香 而且用完之后身体也不会很干真真 需要跑出去塗Lotion的感觉 洗澡之后 通常这些开架沐浴露 那种香味很快就消失了 但它也不会的 即是你闻在你身上 都还有一些闻到那种感觉 我觉得在洗澡之后 有那种享受已经OK的了 如果大家都喜欢佛手金的 都不妨去试试 有爽身粉味的推荐 波他也有跟我说 他很喜欢用这支沐浴露 因为那个香味 是男生都很喜欢那种 很干净的爽身粉味 爽身粉味的洗澡液 我暂时想到的 可能是Baredo那类型的 比较贵的牌子 如果是开架出的 然后又比较增的 也不是洗完会干真真的 其实真的不多 你看到它究竟是有几大支 它是有我的头那么大 同样这个系列 我都很推荐它的Body Lotion 你看到它那么大支 我还在家里有那么多支Body Lotion 的情况下 我都用到这里了 它也不会是很黏的 也有一定的滋润感 你说它是不是最最最最滋润 一定不是 但我觉得在香港 我自己都很怕用一些 很厚身的Body Cream 因为其实大部分时候 都是比较潮湿 黏黏的感觉 都是比较多的 这款我都一年四个都可以用的 另外如果你是真的很敏感 很敏感 很脆弱的皮肤 可以用这一款 我之前都介绍过的 马秀雷敦AD Mulky Lotion 它虽然小细枝 但因为它是很好 很流质的质地 所以它用的分量 不会说很多 好像早前秋冬真的很干燥 很容易痒的天气 你用它真的可以做到止痒的效果 而且就算你带上它去旅行 小细枝其实都挺方便 接着就可以说一下头发的部分 说明从头到脚的保养 今次我特意在Empty's的产品 找回一些品牌出来 Hair Recipe这个牌子 我都介绍过很多次 最早期我用它这款奇异果的洗头水 后来我就喜欢用这款Rice 这两款其实有什么分别呢 首先价钱是有些分别的 这个其实是通常都会做特价 它最贵的时候可能都是90元一枝 有时做特价还会不知 突然买一送 所以它超便宜 接着这款可能100多元一枝 虽然你看它也不是很大枝 但就算你每天洗头 我想大概都用到一个月左右 最大分别就是这款 你真的很油性的头发 而且整个头都很容易出油 或者夏天用它就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它是会洗到头皮 和整个头都比较干身一点 但它控油的效果就很好 而且都洗得很干净 如果这款它就比较温和一点 适合一些中性的头皮 又或者是你都很容易敏感 脆弱的头皮 而且你的头发本身都是偏向干一点 用它就不会洗到头发那么干 我自己通常都是用 hair mask去做护发素 那么多年来用过 我觉得最work 或者是最滋润 也都不是真的好粒 拉到头发很重 而又是开家牌子 我会推荐SUBIKE的金色那一款 应该很多朋友都试过 我以前小时候 就喜欢用红色的SHISETO的FINOL 但后来就觉得 SUBIKE的金色 比较滋润得来 它也不会太重身 是很有感觉的 可能头发真的很多年来飘染 那些越来越脆 需要一定的滋润的话 那款就很适合你 但那个就没有特别防脱发的功能 去到这些年纪 有三个小朋友 如果去到防脱发这个层面上 铝的这一枝 我觉得都是很棒的 首先它是人心味 不是个个人喜欢 但它有一种很滋养 和很舒服的成分 价钱来说 相对于其他防脱发 这一个Term的产品 它们是绝对非常支付 发尾油的产品 说真的在香港这些天气 不是说去到冬天 我都不太喜欢用发尾油 还有我之前都有常常推荐 Ora Bay的那款 细一发尾油 那个香味是超级正的 但真的很贵 我明白的 在这两次去日本旅行 我就买到这一枝 之前在日本贺物片 都有介绍过 其实我不是用了很多次 但我觉得都很好 值得和大家推荐 它就叫做Night Repair Hair Oil 首先它的香味也是非常好 是一些果香 很开心 很适合春天的感觉 那种味道也完全不会很廉价 因为它的油分也比较厚重 虽然它不会拖到头发很粘 但我自己试过 你用了一泵 你记得真的不能在干的头发的时候用 一定要在半湿发的时候 大概泵一泵 我觉得已经够了 然后把它拖顺 然后吹头 用完之后 头发真的会有纳纳的感觉 而且睡到第二天起床 那种无躁感都会减少 所以我觉得它的名字是改得挺好的 它真的是Night Repair Hair Oil的感觉 最后就到脚了 这款是Ritual它们的静系列的Food Balm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影片 应该都听我介绍过它们的Pillow Mist 还有它们的蠟燭、Diffuser 全部都是很棒的 这个味道也是我在它们里面最喜欢的味道 它的Pillow Mist 甚至我觉得可以打败到Bamford 那些比较贵的品牌 这个Food Balm同样都是 睡觉前塗是非常之好 一些很舒缓的味道 可以塗脚其实都可以塗手 我现在用来做Hand Cream也可以 Food Balm是会再滋润一点的 因为它就是预你塗脚趾纳 脚趾纳 或者是脚筋的龟裂 好起死皮的位置 大家可能夏天都会穿凉鞋 拖鞋 那时候才保养你的脚口肘 其实已经是太迟了 秋冬已经要塗定了 所以我想大家可能有时都会忽略这部分的保养 或者找不到一些比较好的产品 这个就做到脚部皮肤的保湿 睡觉之前塗它 真的有一种很放松很舒缓的感觉 今天就一次过跟大家介绍了很多 我觉得CP值超高 真的买到赚到的一些产品 希望大家都在这条片里找到一些 你都觉得正的 或者你有没有其他开架都很正的 都想和大家推荐一下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和大家开心分享一下 希望你喜欢这一条片 如果喜欢就记得点赞 订阅我的社交平台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和按下小铃铛 我下次出片就收第一时间的通知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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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